台灣大事 不懂不懂 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張雨昕 歡迎加入這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或許你在學生實習的時候 也有聽過一些校園傳說 在中部某一所大學 有個禁地叫做女鬼橋 2018年的時候有一個男學生 他非常TK 跑到女鬼橋去做了直播 不過直播到一半 我有開始一直留言 叫他趕快離開 大家到底看見什麼 最近就有劇組大膽的 挑戰這個題材 而且還選在農曆七月份的時候 來進行拍攝 雖然請法師來到現場作證 不過還是發生了難以解釋的情況 當時法師突然阻止工作人員 叫他不要再往湖邊走過去了 沒想到這位工作人員 一回頭的時候淚流滿面 還哭著要法師幫忙 他怎麼了 我要開始出貨囉 1 2 3 他是幹嘛 幹嘛鎖樓梯 不是鎖啊 我不要鎖 人家中我不見了 你是不是在樓梯上回頭了 在午夜12點的時候 如果走那個階梯 原本12階 如果多了一階 那就千萬不要回頭 那個時候學姐就會出現 然後說是要找那個化工系的復興漢 我現在畢業了 我不會忘記我們需要有一個橋 然後一個學姐在那邊等你 一去之後我才發現到 不得了 那是屬於四陰之地 以前比較特殊的一些道家的法術 就是 尋四陰之地 練師養鬼 日前上映的驚悚電影《迷鬼橋》 號稱改編台灣中部某大學的經濟傳說 或許你會認為傳說只是傳說 那麼2018年轟動一時的直播事件 你又是怎麼看呢 當時有個鐵齒男學生 半夜來到近地冒險還開直播 沒想到直播到一半 網友紛紛留言叫他趕快離開現場 究竟怎麼一回事 雖然這段直播影片已經遭到刪除 但根據網友當時的截圖 你是否也發現哪裡怪怪的 就是在直播的過程 他沒辦法造假 重點是大家看到 而他自己沒看到 這是最可怕的 正在專業媒體人的角度 認為直播影片不可能造假 那麼民俗專家又是怎麼看 如果是說刻意放上去 你注意看他的邊邊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切線 連接的朋友的話 你注意看他的邊邊 因為他們磁場 其實跟大自然磁場是融合的 是相連在一起的 對 所以那一段其實我個人看法 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真的 據說東湖大學的女鬼橋 在午夜十二點 原本十三層的階梯會多出一間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回頭 我們現在檢驗樓梯有幾間 一 二 三 引發外界熱議的直播校園 在電影中有媒體展開追蹤報導 竟然發現一連串的不可思議 這裡好像有人 沒有啊 有啊 就在... 奇怪 所謂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在2018年引起熱烈討論的直播校園 難道也隱藏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們實際走了趟 採訪當天陽光普照 放眼望去傳說中的禁地 是一座隱身在樹林裡的石橋 我們置身其中 感覺不出有什麼異狀 頂多就是覺得 橋的造型挺特別的 一般我們聽到橋 可能是一個往上走的橋 可能是一個平的連接兩地的橋 可是不是 它的橋是往下走的橋 然後因為它是往下走的 所以你就覺得 特別陰生 特別詭異 好像是往地獄走一樣的感覺 萬一沒有想到 在民俗專家眼中 這一座橋居然就是禁忌的關鍵 橋蹲的底下 剛好就是一個遮遮壁 所以很多的這種怨氣就會 好兄弟就會聚集在那邊 而且旁邊都是種樹 而且很高大的樹 所以變成那個女鬼橋 那個陰氣 那個怨念特別的重 然後你注意看它下游的方向 你會覺得頭皮發麻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道家所說的 它那個地方就是四陰之地 所謂四陰之地就是 長時間太陽照不到的地方 以前比較特殊的一些道家的法術 就是尋四陰之地 戀屍養鬼 以前會形成有僵屍那種的狀況出現 就是陰屍那種 也大多是四陰之地 秀友還私下透露 午夜十二點一到這裡可別亂闖 你在那邊走過的時候 會有人拍你的肩膀問你幾點 今天你不可以回頭 這個人究竟是誰 有一對情侶 他們在那邊本來是要 稍微走 後來因為男的 男生沒出現 女孩子一氣之下就在那座橋 往那個大坡裡面跳下去 就這樣走 到十二點走到那個橋 如果算樓梯會多一階 那個時候學姐就會出現 然後說是要找那個化工系的復興漢 到底是行李作用還是超自然現象 引起了校友同樣也是電影人張耿明的好奇 因此劇組決定挑戰經濟 為了配合上映檔期 拍攝期間還不小心撞到奴隱七月 劇組為求慎重 特別請來宗教顧問到場作證 沒料到還是發生難以解釋的現象 因為我們拍一拍突然燈就燒掉 但是通常那個燈不太可能會燒掉 突然現場全部黑掉 因為它是我們拍片用的燈 所以它穩定度很高 但它如果壞 它是慢慢的變色 再慢慢的按 但是這個時間要很長 很少是那種就按掉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跑去跟製片說 你請龍哥來一下現場 然後過沒多久宗教顧問 就拿著一些香啊什麼就來了 然後他就說沒事... 我處理... 我說龍哥怎麼了嗎 剛剛有什麼 剛剛有人一直在外面叫 他說我現在在抓鬼 電影中擔任宗教顧問的許白龍沃雲 在現實生活是一名資深法師 他私下透露劇主選在農曆七月拍驚悚電影 真的很需要勇氣 因為幾乎每個演員都發生怪事 就開始想吐 然後開始想吐之外呢 眼睛開始... 開始血絲開始出來 整個一直發抖很不舒服 龍哥就走過來 就... 都聚過來了 我說什麼東西都聚過來了 就連髮師自己在拍攝現場也有特殊感應 我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是要去看另外一個狀況 處理另外一件事 但是突然間有一個感應 然後我就說 美術組... 隨便那個女孩子 被髮師點名的工作人員 這個時候停下往湖邊走的腳步 然後慢慢的回頭 卻把大家嚇了一大跳 然後他一直走...一直走過來 因為靠近我的時候 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 大家的直覺 應該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忍不住暴哭吧 沒想到髮師立刻開始做法 通常會有這種狀況 靈界的朋友接近老師的時候 會... 掉眼淚會哭 是因為他需要老師幫忙 第一我們就是先把 他渠道的靈體先請離 先請來旁邊 不然你冷受不了 分...請開之後呢 我才問這個... 這個小姐說 你不舒服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講 不回答還好 一回答的內容 只叫人捏把冷汗 他說... 他不知道 他說他很久沒有這樣子 因為他大概六七歲的時候 去河邊玩 往往回來之後 常常就會發現 接近水就會哭 所以從他很久很久以前的時候 就已經有那個磁場在了 叫人疑惑的是 這一名工作人員 竟然很久不曾有感應 這一次又是為了什麼 結果那個橋旁不是就是水 就是一片湖嘛 又剛好站在水邊那邊 要準備那個美術那些東西 對啊 然後又剛好 又遇到緣分 然後有老師可以幫到他 或許他就這樣子出現 來尋求幫忙 究竟亡靈的要求是什麼 發誓礙於修行 不方便公開 但套一句俗話 人鬼殊途 最好井水不犯河水 這一次劇組 將校園禁忌搬上大螢幕 拍攝過程 所發生的一切不可思議 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嗎 懸念成了驚悚電影 最吸引人的地方 你不要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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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根本就不看我這個遊戲的 我會一定做不了的 不論發生什麼事 絕對不要在階梯上回頭 如果說為了追查親人的死因 你會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呢 桃園有一名女子 經歷了一趟遊地府的玄奇過程 因為她的哥哥沒來由的親生 追查之後 她發現死因不單純 恐怕是一起情殺案件 而後來她還變成了神明代言人 現在她已經成為姬童了 專門在替玄天上帝服務 我們來看看她的扮相 很清雅而且又帶有陰氣 據說她原本是生意人 什麼神啊鬼的 她根本沒有再信的 不過為了找到哥哥 死亡的真相 學天上帝 帶她遊地府去追真相 為了還願 她還踏入了宗教領域 左手拿令旗 右手拿香 一名女姬童 在北港武德宮前起駕 身穿白袍搭配粗大的腰帶 不管是銳利的眼神 還是身形步伐 都非常與眾不同 原來降價的不是某位女神 而是選天上帝 優美的特技表演針頭 搭配親友的音樂 現場坐滿大皮信徒 手捧著藍色蓮花 靜坐祈福 他們都是選天上帝的追隨者 說到玄天上帝 她的代言人 在台灣的坊間不少 但是女姬身卻不多見 比如說玄天上帝 是關公 關聖帝君 或有一些亡人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洋鋼氣 神威很大 有的時候這個 這個動機上身 這個動作都很剛烈 所以大部分這幾尊的神明 挑的那個姬身 是以男重比較多 男生女姬案例雖少 卻也不是完全沒有 民俗專家說 神明挑姬身本就不在乎性別 而是天命與姬緣 這也確實符合這一名女姬童 楊真璇的真實遭遇 退下神明扮相的楊真璇 展現出原本娇柔的女性氣質 原來她是一名美容師 同時也在大賣場開飾品店 可是幾年前 野績下滑 走到窮途末路的她 只好到廟裡求個平靜 高大的五架神是誰 楊真璇一頭霧水 她當下沒有多家理會 但是接下來幾天內 她不只藏在家裡看到 有高大的黑影串動著 而且某一天還做了怪夢 夢到自己下地獄 我下地獄的這個當中的話 是下一個古景 它是一個古景 這個古景當中 剛開始下去的時候 差點淹死 就是夢中的我 本身的我喘不過氣來 經過一番痛苦掙扎後 她在夢中看到另一番景象 27歲下去之後 我就看到無邊無盡 只看到生死部 楊慧文 生於何時 竹魚何時 我看了一下 怎麼只剩4歲而已 只剩4年而已 那算一算剛好31歲 生死不離的楊壽 只剩4年 真的嗎 這一切詭異的現象 楊真璇根本不當一回事 我從小 一顧不 阿公顧不 我是山上的小孩 百里山上的小孩 我從小是睡在墳墓堆 那個棺木上面的 我本知道每次路過的東西 我就看到棺木的東西 所以我不怕鬼神 從小見過太多生死 楊真璇討厭怪力亂神 偏偏這麼剛好 31歲那一年 一樁離奇事件 改變她的一生 她是因為交了一個女朋友 女朋友帶她去她的阿公的一個宮廟 在五谷一個祭公神書 然後她是 你要所謂的鬥頭 因為我對那個 筆心啊 還是紋身 是我不懂啦 然後她就跟著她去那邊學習 青森哥哥接觸宮廟學道法 學著學著半年過去了 沒想到那一天 楊真璇再見到哥哥 竟變成一具冰冷的遺體 GIGA跟他的女朋友 有一點 試一下可能有一點曖昧在馬 那這當中我哥選擇自殺了 怎麼會這麼離譜 傷心欲絕的楊真璇 還是打起精神替哥哥治喪 卻無意間發現 我在處理到後事的時候 這個船翻起來 我看到的竟然是到草原 給你到福利 這兩樣東西 安放在死者床底下做什麼 難道是 在術法裡面 有所謂的草人替身 或是指人替身 就像我們手上所拿的這樣子 是一個稻草人 所扎成的一個人形 他可能會畫上五官 然後貼上符咒 那會需要四組的生成八字 或是頭髮指甲這一類的材料 來產生連結 這一些素材原料 對整兵人來說 要拿到手 簡直易如反掌 難道哥哥真的死在術法之下嗎 災害或是厄運 轉嫁到這一個替身的身上 讓他替四組擔走這些不好的東西 帶走 可是如果要把它弄在害人的寫法上面 他的操作原理就不能反過來 你說寫法有沒有可能會置人於死 其實是有可能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當楊甄璇發現這一切時 還聽到了這個聲音 當下我哥的音響竟然放出了音樂佛經 沒有人會去碰的佛經 我當下我跟我姐那時候 感覺就是起得起筆更大 哥哥的死真有蹊蹺嗎 楊甄璇越想越不對勁 卻拿不出謀財害命的證據 要求警方再查下去 從那一刻起楊甄璇發怨替哥哥的死 找出真相 說巧不巧那一天晚上 一路跟隨他的五架神出現了 原來就是玄天上帝 他再一次指明楊甄璇替自己代言 我說好 我覺得照規矩中 可是你要煩我哥哥一個公道 我不能讓他死得不清不楚 然後這當中我再去追溯 追溯所有前因後果 據說皈依玄天上帝的楊甄璇 在神明的引領下再一次遊地府找哥哥問清楚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自殺 他說是爸爸帶我來的 所有東西我都有追溯到 全部都下地獄整個下去看 這過程都是有的 當然是一個比較不堪的一個 我們說因果也好啦 就是不憂啦 原來哥哥的死無關情殺 而是與過世的父親有著複雜的前因後果 當事人沒有怨也沒有更 聽到這裡楊甄璇終於放下執念 因為我哥哥畢竟沒有生小孩嘛 那我說那我幫你歸到地爺這邊好不好 你我們在雖然有型的生活 我們沒辦法在一起 無形總可以在一起吧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跟老大說 你要我照片照給他可以 可是你要讓我哥哥歸為我們太重 總勢力帥 管你天兵天降跟硬兵硬降 哥哥當司令 妹妹當機身 楊甄璇就此成了選天上帝的忠實信徒 更是他的代言人 從2004年開始 替玄天上帝服務至今 楊甄璇回向地府生死部 31那一個數字密碼 彷彿明明之中早已註定 31歲後的他不再是反胎俗人 而是在替生命服務 很多人都說老師必須被供養 沒有錯 可是金額不需要這麼高 那外面也有很多 不需要被供養的老師啊 就譬如像我 我有時候還幫助我的門生 在吧 敢愛敢恨 特立獨行的楊甄璇 主張不接受信徒供養 白天正常做他的生意 每到假日才替玄天上帝開辦聖事 他說宗教本就該清清白白 一一接受信徒詢問 解決各種疑難雜政 楊甄璇卻說 很多事只要靜下信來 就能夠迎刃而解 這個是玄天上帝指示的法門 有一位信徒就因為靜坐 救了自己一命 這位少年信徒之前熱衷參與正頭活動 但說也奇怪 之後的每半年間 他都會遇上莫名其妙的車禍 不是機車打滑 就是煞車失靈 彷彿好像有什麼力量 在推著他去撞牆 他越想越不對勁 於是在朋友介紹下 從台東跑到桃園求助選天上帝 結果得到這樣的答案 這邊挑一區 那密戶挑一區 這樣換來換去 導致跟著一些朋友 他們也是跟著車禍 就這樣 大部分受傷的都是在臉部 我有一個朋友他比較可憐 他臉部被削掉一半 真的是好兄弟作祟嗎 恐怖真相嚇壞了少年 原來跳陣頭 沒遵守禁忌 竟會熱禍上升 堂主那邊也沒有特別去要求我 說要什麼禁忌 只是不小心開了口而已 之後也沒辦法處理 你開臉之後 你所代表的就不是你個人 就是這一尊所謂的家將 可能晉身不確實 或者是有些科技做得不完整 那有的時候太輕挑 你沒有辦法得到這一尊家將的保護 那你沒有這尊保護 常常這些鬼魂就會找你麻煩 晚上撞到樹 隔天就走了 我們希望都騎雞皮疙瘩 被嚇壞的少年 回台東後立刻退團 也勸朋友要嘛認真跳家將 要嘛趕快離開 但卻換來一陣嘲諷 可是到最後 不心勸的朋友 竟然各個接連車禍身亡 我們這樣平均這樣算 差不多有時候是一年九六一個 有時候三年一個 記得有朋友 那時候八九個 現在剩兩個 令人毛骨悚然的親身經歷 少年說 當初就是聽從了選天上帝的指示 遠離了奇怪的陣頭 定期打坐修行才能逃過死劫 就是因為被選天上帝救了一命 少年因此也變成了死中信徒 更成為他的得力門生 不管這一些故事 您信或不信 至少他們都在宗教活動裡 找到了自我實現的價值 台灣西部地區的交通動線 四通八達 不過住在花東地區的民眾 卻是長期深受交通不便之苦 以前你從花蓮要到台北 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蘇花公路 雖然可以遠眺太平洋的蘇花公路 有著全台最美公路之稱 但是崎嶇路段伴隨而來的 是落實貪方的風險 也成為不少花東人行車的夢魘 判了將近九年的時間 台九縣蘇花公路山區路段的改善計畫 也就是蘇生的蘇花感 終於是在農曆春節前全線通車 不只能夠有效疏解蘇花公路的車潮 也讓民眾往返蘇澳跟宜蘭之間 變得更加平穩更加安全 原來花東人平安回家的夢想 更打通了花東縱古觀光的任都二脈 我們帶你一起來認識這一段公路奇蹟 宛如一條銀色絲間 蜿蜒盤旋 在層疊起伏的群山之間 這一條美麗的公路就是蘇花改 由南往北行駛 右邊是浩瀚無垠的太平洋 左邊則有險峻的蟲亂碟翠 東海岸的風光明媚 盡收眼底 今年年初剛通車的是南澳到和平 河中大大清水的這個V段跟C段 加起來是29.1 加上原來的蘇澳東澳總長是38.8 蘇澳到東澳這一段 因為那一點是山西大陸比較彎 所以改善有幾乎省掉半個小時的時間 另外在今年的1月6號通車的這個 兩個路段 那這兩個路段大概可以省掉半個小時 所以整個路段大概整個省掉 一個小時的車程 方便快速是用路人 對蘇花改最大的期待 這一條接近40公里長的山區公路 在2020年1月6號全線通車 北啟宜蘭縣蘇澳到東澳 再經由南澳到花蓮縣的和平 最後一段是由河中到大清水 其中包含了八座隧道 這次通車有一個比較特別就是 它有一個比較長的隧道是 觀音加古風由古音橋連接起來 長度大概是12.6公里 總長大概僅次於雪山隧道 直筆雪碎堪稱台灣第二長的隧道 就位在蘇花改的路線上 另外包括長4.8公里的中原 2.9公里的人水 都是山區長隧道 要在崇山峻嶺中 興建這一座又一座的隧道 著實不容易 這也是蘇花改前後 耗時9年才完工的原因之一 老實說我們現在在做的工法 叫做鑽炸的工法 就是用開炸然後鑽絕輪徑 然後再去上支撐系統 那這個工法來說對以前的 相較幾十年前來說 我們已經有進步非常非常多 蘇花改高山隧道的開鑽工程 是採用主流的鑽炸法 能夠發揮炸藥完全的力道 炸碎大量的岩石 使工程快速進行 我們的工法是我們挖一段之後 我們挖一小段 我們就開始做噴泥土 開始上岩酸 我們等於講說 開始就把我們上方的岩盤 去固定起來 那固定起來 然後我們再開始往前挖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如果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馬上做處理 一條隧道從無到有 最辛苦的 就是灰漢工作的隧道工人們 在蘇花改順利銅轍的背後 這些五名英雄 絕對是最大的工程之一 因為我們 越挖得越深的一個長隧道 它裡面的通風條件就越差 而且裡面是沒有風的 風是進不去的 是非常的悶熱 那往往在裡面都是 差不多40度左右 就是汗如雨下 結果打到胃爆炸就是 它就炸嘛 人也當然一定是會受傷 這樣 那時候受傷頭部 繃了差不多100多次 以前比較 有時候碰到困難的 24小時 30幾個小時 都在洞裡面 一天吃好幾個便當 在暗無天日 環境惡劣的隧道裡面工作 工人們的耐熱程度 超乎一般人想像 而且床席 處在土石紛飛的工作場所 對人體健康更是一大傷害 其實隧道最大的問題就是粉塵 就是不管我是在開炸的階段 開炸的粉塵 一炸下來的話 那個土石棒掉下來 那個粉塵量一定很高 噴底土噴上去 它有一個固定程度的反彈量 那個都是瀰漫在我們的空氣裡面 所以我們的隧道工班 還有我們的工程師 其實他們都需要在隧道裡面 帶一個呼吸器 還有眼罩 就是防止這些粉塵 對我們人的身體造成一些影響 就算開挖隧道必須咬牙 認受各種不適 但這些都還不算什麼 工人們最害怕的 還是遇到可能危及生命的這一件事 環境隧道有7.9公里 古宮隧道有4.6公里 所以它在開挖的過程裡面 都有多多少少遇到一些這樣子的 一些比較容易簡略的這樣的位置 去發生這樣的事件 其中在古宮隧道 它有發生過最大的一次抽攤 它整個的抽攤量到1萬方 這個是在前面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有一點擠壓破壞 現在已經屬牆完成的地方 隧道裡面到處都是崩落的吐石 地下水到處流竄 這是2017年底 古風隧道發生抽攤時的畫面 你看那邊是空的 這邊已經空了一小段 然後這是第一小機關 當時因為連日豪雨 造成吐石鬆動 光它掩埋了工人們 日以繼夜開造的心血 連施工機器都一夕之間 遭到吐石吞沒 就是會有大量的地下水 跟粉碎一些破碎的鹽塊 這樣完全的衝到我們的 已經開挖好的隧道裡面來 造成一個完全已經開挖完成的隧道 大概有將近200公尺 是完全被掩埋起來 就像是遇到吐石流一樣 就要遇到一次嚴重的抽攤意外 眼看就快要貫通了隧道 幾乎就等於大吊重裂 大小抽攤在隧道興建的過程當中 非常常見 俗話改也不例外 畢竟沿線的地質就是相對脆弱 因為我們是一邊往前挖 一邊做往前的地質改良 一邊也要做環狀的地質改良 保持我以後 隧道通車以後 它不會再發生這樣類似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一直把它做到位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地質改良 花了很多的時間 大概一年 才把這個最大的一個抽攤事件修復 我們會去做一些TSP 隧道內震波的探查 我們會去做試轉 但是在這些工作做完的時候 我們並不能夠完全保證說 我們非常非常地了解 前面的地質狀況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遇到一些所謂的抽攤的事件 抽攤意外無法百分之百預保 因為行程的因素實在太多 我們在施工的過程當中 我們只要遇到像這樣類型的東西 它就會是相對一個比較破碎 比較軟弱的一個嚴懲的狀況 那我們就必須要針對於這樣子的東西 去做更多的一個 就是可能施工中的補強 輕輕一敲就裂開的遍野 遍布在東部山脈各處 工程單位說 蘇澳製大清水這一帶的山脈 與海岸沿線 不管是地質構造 或是水溫地質條件 都堪稱本島最複雜的區域 而且地下水出量豐富 在開挖隧道前 得要做足準備 它會有一些板岩 變質殺岩 然後也會有一些片岩 還有一些腳閃岩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在我們的 變質岩的範疇裡面 那當然像我們從 河中到河冷這一段的話 它就是屬於大理岩 或者是那個片馬岩的部分 那但是我們在B標這一段遭遇的 最多的還是這種片岩的東西 那它是一個台灣很老的岩層 那所以它從它的變形過程 非常的複雜 地質構造複雜的東部山脈 斷層帶不少 開造隧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一不小心挖到擠水層 就很有可能造成抽灘意外 它的變化度非常高 它常常在這邊是非常 就是比較好的 那它的那個支撐系統 我們也可以用的 不用那麼重型的 但是它的變化度非常快的時候 它有時候我們突然 明天在開挖的時候 馬上它又變成另外一套 比較破碎的 比較軟弱的 正因為壁質構造複雜 這也代表開挖的壁質瓶鍋 有多麼重要 我們在開挖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去判斷這個岩石它的強度 它的支持性 然後呢跟它的穩定性 那我們就會去給它做分級 那我們不同的分級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支撐的一個重量給它 那也就是說 如果像這種石英含量比較高 比較堅硬的這種細質片岩的話 那我們在穿過去的時候 我們在做開炸的時候 那它當然就會比較 相對來說穩定性比較好 那我們就會利用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分類 去給它不同等級的支撐 開築隧道最麻煩的 除了評估地質 還得要避開斷層帶 蘇華蓋全線有14個斷層帶 在通車前就有人擔心 隧道這麼長 遇到地震該怎麼辦 蘇華蓋工程處強調 全段可抗規模7的強震 就算抽出負荷 也能確保不會有斷橋隧道攤毀等情況 損害可降至最低 隧道的概念跟這些建築物的概念 並不一樣 我們的這些建築結構跟橋梁結構 它都是在地表上 做出一個突出地表的結構 但是隧道呢 它是在一座山越裡面 去把它打通 去做一個挖空這樣子的一個構造 那麼在這樣一個中空的隧道 跟山越是一個共存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即使在地震產生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一個荒洞 我們的這個山越隧道 是跟著整個山越一起在移動的 所以它並不會造成一個 錯位這樣的一個影響 為了開鑿公路 對抗大自然 本來就不容易 更何況是在鬼附神宮的東海岸上 乍山開路 難度及風險都提高了許多 蘇花蓋從開工到通車 總計施工9年 出工超過360萬人次 每天至少出動千人 齊心協力 才成就了這一段公路基基 我們的公班沒有一位是在 我們的開挖輪境的過程當中 受傷有但是沒有就是失去生命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最 我覺得最成功的地方 蘇花蓋通車之後 原本由蘇澳走蘇花公路 到花蓮重德的行車時間 從兩個半小時縮短為一個小時 不但縮短了 背部往返東部的通車時間 駕駛人更可免於 被落實擊中以及大貨車 會車的恐懼 而隨著北花縣客運的起航 更全面實踐東部人的返鄉正義 蘇花蓋全線通車之後 已經有包含台北首都統聯 一共三家特運業者 提供南港到花蓮 還有板橋到花蓮兩條路線 來給民眾搭乘 需要從台北往返花蓮的民眾 你再也不用忍受 熬夜搶火車票的痛苦了 多了一項新的選擇 當然如果你要自行開車 行進蘇花蓋也是沒有問題 只是在初期通車的階段 多了幾項新的交通管制措施 務必準手 蘇花蓋不同於選穗 行車速限最高只有60公里 而且在部分隧道裡面 還設置了科技執法 包括區間測速 違規車種 還有安全車距 以及變換車道 通風難逃發言 還有哪一些注意事項呢 我們帶你來看 路人邊走邊哀嚎 後方還伴隨著大火農煙 這是模擬在蘇花蓋隧道內部 車輛事故 引發火警 交控中心該如何因應 蘇花蓋是首次第一個用 複合型點排式通風系統 也就是當發生火災的時候 我們有設這個自動針的系統 在一分鐘內它會測到這個火災 大型的火災來講 一發生火災 其實這個它就會有煙會跟熱 那煙跟熱我們的自動偵測設備 就會偵測得到 那加控中心就會知道 那偵測到以後 原則上它大概就會馬上啟動 隧道的現場這個火災模式 當火災發生時 距離最近的排煙封門 就會自動開啟 並且利用噴流式通風機 及機房中的大型風機 將大部分的廢氣 濃煙 以及熱流吸入通風管道之中 盡量提高現場的能見度 降低用路人被濃煙嗆傷的機率 我們是在隧道的上方有設個隔板 當發生火災的時候 當煙抽到隔板之後 基本上下游的車道 跟上游的煙是分開的 所以會營造比較容易逃生的環境 這一個隧道跟我們蘇花改的隧道 跟其他以前的隧道不一樣 它的煙是直接往上排 也就是說它不會在隧道裡面 在繞行 那同時它開始就會有180秒 也就是3分鐘這樣的計時 時間一到 那水壺就爬上去 除了自動排煙 蘇花改的長隧道 更是第一次在國內公路隧道之中 採用自動水務系統 當現場進入火災模式後的3分鐘 定點就會開始灑水降溫 雙管旗下提供用路人逃生 以及消防員救災的現場環境 這個狀況差不多3分鐘左右 或甚至到5分鐘左右 那我們進駐在隧道口 常駐在隧道口的這一個 所謂的自衛消防 它就會其實是趕到現場去做出 因此在我們一般的 叫依照隧道裡面的距離 大概因此上是會從5分鐘到7分鐘左右 他們就會趕到 全副武裝趕到現場處理事故 他們是蘇花改自衛消防隊員 必須把握時間緊急排除事故 以免造成車場回堵 但面對如此猛烈的大火 能有效撲滅火勢的 只有大型消防車 蘇花改的災害救援機制 包含宜蘭縣及華蓮縣的消防 警察及醫療院所 當隧道內的事故發生時 交控中心會第一時間通報警銷 但由於蘇花改密集的長隧道 在警銷趕到現場之前 用路人也必須尋求自救的管道 這是我們隧道的緊急的聯絡通道 它是屬於那種車型的聯絡通道 那緊急事故的時候 可以直接推門進來 在這個避難空間 這種大型的人車共用的避難聯絡通道 在蘇花改隧道內 每1400公尺就會設置一處 提供緊急避難以及維修用途 而相對小型的人行避難通道 每350公尺就會設置一處 確保用路人的安全 因為我們怕這個 事故的那個煙會飄進來 所以說我們希望把這個聯絡通道的門 能夠隨時保持關門 然後希望它停留在此處 然後看完這個須知 然後注意要聽這個廣播 在隧道內遇上意外事故時 進入避難通道之後 請務必保持冷靜 有任何的疑難達證 都能透過它 直接和交控中心取得聯繫 它可以直接拿起來 就可以跟交控中心的操作人員 來直接對話 你好 你好 是... 請問你現在有沒有看到我的影像 像這種一拿起話筒 立刻連線的緊急電話 隧道內每175公尺就設有一句 電話機上的螢幕 也會同步顯示彼此的影像 方便掌握最新資訊 我們在這個每50公尺有一個消防箱 那你有狀況或是錯 或是有冒煙或是車 有一些狀況的話 你也可以去按這個消防箱的按鈕 一按鈕 我們這邊大概就是 馬上可以鎖定知道 那你現在在哪裡 然後我們這隧道口都有建築 我們的整個處理的人員 那他可以第一個時間 可能就騎機車衝到現場 去跟人協助 萬無一失的防護措施 就是要保護用路人的安全 但是駕駛行進蘇花蓋時 還是得務必遵守相關的交通法規 第一個階段就是通行 小行車跟大客車 那未來會再通行大貨車分兩個階段 蘇花蓋的隧道 因此上大概是四線是最高是60 但是在南的 在最南邊的這個是人水隧道 它是單口雙向的隧道 那它最高速限是50 蘇花蓋不是高速公路 因此速限規定相對嚴格 長隧道內最高只有60公里 最末端的人水隧道 由於開放機車行駛的關係 速限只有50公里 駕駛人務必留意 其實它整個配置只有一個車道 另外一個車道 其實它不是一般給用路程 一般車輛指行者的車道 它是緊急救援車道 所以在蘇花蓋裡面 進蘇花蓋的路線 也就是靠左側的車道行駛 不能變換車道 跟前車 小行車跟前車 其實要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離 大行車跟前車講了100公尺的安全距離 那整個蘇花蓋的線高 它都是在4.6公尺 不能超過 行駛在蘇花蓋隧道內 務必靠左邊行駛 右側緊急車道是路間 任意行駛 可是會吃上罰單 假設本身自己的車輛 是有問題的 那你車還會動 那請六人就先這樣靠右 先靠右到緊急車道 那甚至可以的話 我們隧道裡面大概1.4公里左右 一個閉車腕 就進到閉車腕 那這樣就不會惶惱到整個車型 行駛蘇花蓋 用路人千萬不可心存狡隧 因為在蘇花蓋 三座最長的隧道裡 都設有監測器 雷射感應器 照相機 他們將有效代替交警的勤務 宜蘭跟花蓮兩邊的警察局 它在整個長隧道裡面 都有設置整個科技指法 譬如說期間測試 違規車種的這樣起地 甚至是車間計的起計 這個是大概都有設置 而且目前大概已經都啟用了 尤其花蓮目前大概也有公佈 一些違規的一個數量 由於蘇花蓋 只有在人水隧道開放機車通行 其他路段是嚴禁機車上路 科技指法可以透過車體辨識系統 分辨器機車 一旦機車擅闖行駛 就會被拍照取締 經過農曆春節返鄉車潮的考驗 蘇花蓋得到了不少的掌聲 卻也有不少的用路人反映 蘇花蓋還是有部分路段 和舊蘇花公路重疊 都是要著山壁而行的狭窄道路 要是遇到激烈天氣面臨封閉 這下該怎麼辦呢 全名為蘇花公路安全提升計畫的蘇花庵 已經在2019年12月20號 獲得行政院的核定 預計將投入359億元 針對未改善的三個路段 包括東澳到南澳 和平到河洲 以及大清水以南的山區路段 裁闢新隧道以及橋樑 完工後將可提供蘇澳到花蓮一條 365天都能通行 不會因落實而中斷的安全道路 在今天一個小時的節目當中 我們帶你看到了 這個劇組他們大膽挑戰 這樣子的競技題材 而且還選在農曆七月份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鬼月 來進行拍攝 在拍攝過程當中 碰到的一些不可思議 是巧合嗎 還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呢 沒人說得準 也或許這會成為 電影最新引人的地方 台灣大事 不在乎不在乎 我是張允昕 我們下週再會 不在乎 還是有 帶領 你們 就會說